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孙生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识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词经验已经相当 在东方角地区 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N经济研究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干旱的话题 2014年入训以来 河北省平均的降水量是151毫米 与往年同期的平均值相比 减少了34% 出现了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卡搏旱 张家口坝上地区位于河北省西北部 靠近内蒙古是旱情最为严重的区域 这个地区发展经济的主要产业是羊羊 可是持续的干旱让这里的村民不得不卖掉一部分羊 来买四草 8月21号 张家口市坝上地区已经进入了收割季节 江北省阳市五村的村民贾万祥 开着小型收割机 先往自家地里收割庄稼 在这之前 他已经收完了60来目的 而面对今年的收成 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现在就等于百种 一定一点才来 连至终都收过来 和北方的多个省份一样 河北省今年也遭遇了一场大旱 7月份 张家口市的降水量比去年同期减少六成 出现了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恰伯汗 贾万祥正在收割的这片地 种植的是青玉米 正常年份 玉米杆已经长到两米左右 眼下却不到半米 这是青玉米 对 正常的话应该是来长多少 正常现在就已经去长到一米八九到两米了 旁边的这块地种植的则是油麦 长期缺水使得麦杆矮小一折 只在最末端长出了一小缩麦碎 拨开一看 里面也没有结出饱满的麦地 阳食五村的地大部分是严减地 即使是正常年份 庄稼的收成也要比其他地方少一半左右 收上来的作物主要是用作自家口粮 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靠外出打工来生活 留在村里的老人除了一些低保护 大部分人的收入都靠养羊 甲万祥今年四十五岁 家里养了一百多只羊 是全村养羊最多的一户 卖羊的收入占到了年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甲万祥家里有二十亩地 2013年为了饲养更多的羊 又以共计八百元的价格 从外出打工的村民家里承包了八十亩地 其中二十亩地为草地 四十亩种植青玉米作为四草 二十亩种植胡麻用来榨油 剩下的二十亩地 种植油麦作为粮食和羊的精资料 现在甲万祥最担忧的 不是玉米胡麻绝收 而是羊的四草已经难以为继 大部分都是给药的 只要人吃少 人有个几百亩就不吃了 仅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甲万祥已经收割了两亩地的青玉米 加上来也不过一百多斤 地中间剩下了两三行玉米 甲万祥干脆放弃收割 甲万祥之所以没有像其他同名人一样外出打工 除了身体不好 主要还是牵挂着家里的两个小孩 甲万祥的大儿子今年读初三 小儿子念小学四年级 尽管还在义务教育阶段 但是由于在县城里读书 大部分时间住在学校 因此每年的花销 加起来也得上万元 眼看着大儿子即将步入高中 2013年 夫妻俩决定将母羊的规模 从过去的四十多只 扩大到八十多只 为此还欠下了五千多元的饲料钱 没想到 今年这场干旱这么严重 一百亩地收获的四草 竟然还不够十只羊果冬 眼前的这个院子 就是夫妻俩储存四草的地方 已经泛黄的这一堆四草 是去年冬天剩下的 旁边的这堆青草 是今年地里刚收上来的四草 去年我们这个青草就那四五多 不是青云慢慢做 那么一圆全是草 今年你看就这么两多 这一堆黄的是去年 这两多是今年高手的 这是多少屋地收下来的 四十多 不仅地里种的青云米等 四草产量大幅降低 就连地里长的青草 也比往年少了一大半 一般年仅 每年十一到四年四月份 甲腕强的甲 主要以种植的饲料来喂羊 期余时间依靠放牧 便可以保证羊的生长 然而这个假计 夫妻俩却不得不额外再给羊 喂食种植的四草 过冬的草上产十几吨 现在每天又得额外 填上一百多斤的四草 甲腕强不得不减少羊的食料 圈里的母羊比去年的重量 平均轻了十几斤 吃不饱 吃不饱 是因为地里草少 草是母少 地里收上来的四草不够用 夫妻俩只能计划着 从外地购买草料来过冬 前两年每吨青草的价格 约七八百元 今年内蒙古的草场 也遭遇了严重汉情 青草价格也随之上涨 目前每吨已经达到一千一百元左右 贾万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每只母羊过冬 至少需要四百斤左右的草料 如果八十只母羊全部留下 今年冬天需要十六吨的草料 家里的一百亩地 估计最多只能产出两吨 还要筹集十四吨 按照目前每吨草 一千一百元的价格 十四吨草就需要一万五千四百元 去年夫妻俩为了扩大母羊规模 把当年卖羊的收入 全部用于发展母羊 为此还欠下了五千元的饲料钱 如今辛苦一年 却因为四草短缺 这些逐渐壮大起来的羊群 又得卖掉一部分 贾万详的心理也很难受 打算一定卖一部分 打算多少 卖个七八十 尽管贾万详已经做好了卖羊的打算 但是这些天羊却迟迟没有卖 原来去年羊的行情好时 一只羊羔要五百多元 牧羊最高时可以卖到一千五百元 但是今年由于羊肉市场公大于求 羊价持续下跌 市场对于牧羊和羊羔的需求量也大幅下滑 贾万详告诉记者 目前羊羔价格已经跌到三百元 牧羊的价格也不过七八百元 这对于急需用钱的贾万详夫妻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今年因为这个铁汉 你这个是羊 它里边没草 家里边没料 这个标不上 所以这个价钱处理不上去 现在当务之急是解决买草的钱 夫妻俩商量了一下 不得不忍痛低价卖掉一部分牧羊 今天上午又有羊贩子来村里收羊 夫妻俩决定先卖几只母羊 解决一部分四草钱 羊贩子的一句话让夫妻俩的心凉了半截 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 今年大旱 地里收上来的草 远远不够养活这么多只羊 价钱再便宜也得出手一部分 贾万详决定先领着羊贩子 到羊圈里看一下羊 再商议价钱 听到羊贩子四百元的报价 夫妻俩还以为羊贩子在说笑话 这个价钱比之前预期低了一半 还不如去年一头羊羔的价钱 面对四草短缺的现实 夫妻俩最后不得不降低报价 但是羊贩子依然不松口 眼开了羊贩子真要走 夫妻俩只的作法 以每只五百元的价格 处理了三只羊 面对如此低的收购价 贾万详也无可奈何 我后悔我可惜啊 我可惜啊 那羊都是好呀 自个儿留的都是好的 乌漏偏逢连夜雨 张家口地区遭遇了五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汉情 许多牧民家中四草难以为继 只好卖羊来换四草 天天羊价又剧烈下跌 在片子中呢 我们也看到 贾万详一家最后以去年三分之一的价格 忍痛卖了羊 可是卖羊之后要买四草 也不是说说买就能买到的 张家口康宝县的村民为了买四草 给折腾了个够像 这里是张家口市康宝县 赵阳河镇兴隆农村 一户土坯院墙前 停放着一辆长约七八米的大火车 高处院墙一大截的草座上 命铺和其他几位老乡 正在忙着给自己家卸四草 张摘车草啊 从动物器来的没回来的 没有回来的 他切也切 摘车草有四十五六多 四十五吨 是几家人一块买的 也就是留价了 兴隆村有213户人家 和羊十五村一样 这里的村民也是以养羊 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全村一共养了三千多只羊 今年的干旱同样导致地里的四草 严重短缺 村民们不得不想办法 到周边地区去买草 兴隆村位于河北省 与内蒙古的交界处 村民们有不少亲戚 生活在内蒙古 眼前的这车草便是他们通过亲戚 从内蒙古调运过来的 这一车草是从内蒙古西林浩特东乌齐 乌利亚斯太阵远来的 然而货车司机告诉记者 眼下内蒙古的旱情也很严重 牧草的产量比以往减少了很多 这一车草还是从不放牧的人家买到的 就在宁普和其他买草的村民们忙着卸草料时 村里的其他村民也凑上前来查看这批四草的质量 他叫张发 家里养了七十多只羊 眼下正在为四草的事情而发愁 看到同村的人买来了草料 他也忍不住过来打听一下行情 听到同村的人估计四草要涨价 张发也有些焦急 立马找到了司机联络买草 尽管价钱还满意 但是张发却并没有立刻订购四草 看完了四草 张发要立刻赶回家里忙他的农活 张发告诉记者 尽管家里急需草料 但是手里却没有足够的钱 只能等到卖掉一半的母羊 才能凑够买草的钱 张发拔的便是今年地里种籍的油脉 原本应当泛黄的油脉 如今却依然是绿色 从远处看上去和青草一般 由于严重的干旱 地里的油脉只能长到二三十厘米高 大部分连麦碎都没有戒出来 无法收割 只能靠人工拔出来喂羊 张发告诉记者 光靠地里收获的草料 只能维持半个多月的时间 就在张发忙着拔油脉时 妻子李素桃也正在自家的地里 忙着割菜籽的杆 用来作为羊的四草 尽管这片菜籽地 看上去长势不错 但是李素桃告诉记者 里面根本没有结出能够炸油的菜籽 李素桃告诉记者 正常年仅 一亩地可以产200斤左右的菜籽 每斤价格2.5元 今年这片菜籽地基本绝收 只能全部用作四草 李素桃的儿子 在石家庄的专科学校里读书 每年秋季开学 家里要拿出一万元钱 这个暑假 孩子在石家庄打工 家里之前卖羊糕的钱 凑过了六千元 剩下的四千元 只能从亲戚家里借 过去 李素桃用卖羊的钱 并能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 今年不仅羊的收购价下跌了一大半 而且接下来卖羊的钱 也要先拿去买草 收完地里的四草 李素桃又赶着羊到地里去吃草 由于汗情严重 地里连青草也没长多高 只有薄薄一层 李素桃家里养了七十多只羊 但是记者数了一下 发现眼睛的羊只有二十多只 原来 由于地里青草严重不足 李素桃只能将一部分羊 送到内蒙古的亲戚家去放羊 等到家里卖掉羊 买够了四草再拿回来过冬 就在张发夫妇在为四草发愁时 贾万强所在的羊十五村 开始统计各家农户的四草短缺情况 听到广播里的通知 贾万强的妻子江秀燕和村民们一起来到了村里的广播室 上报自己短缺的四草量 通知村民统计情况的就是羊十五村村委会主任 五湛江 不一会儿村里其他养羊的农户也纷纷来到广播室里统计四草短缺情况 羊十五村一共有二十三户人家养羊 今天村里统计完缺草信息后 将上报给张北县民政局 再由县里统一联络坝下地区和内蒙古等地 看看能否以低价让农户集中购买到四草 目前价格还无法决定 村民们也处于观望状态 村民们告诉记者 他们都希望能够把母羊留下来过冬 这样来年才能够产下足够羊羔来卖钱 加上今年的羊价低 如果卖掉一部分母羊 不仅当年不划算 等到明年再添置新的母羊时 可能又得花上更高价钱 但是今年究竟能留多少只母羊 还得看入冬前能够筹集多少四草 当时现在是通缉了九十九冬 四草 一共多少户 一共资 自时康宝建新农村的村民张发也跑到了张继镇柴家营村运接盖 原来柴家营村的一些农户种了油麦 但是没有养羊 村里的亲戚帮着张发联系了这些农户 以一亩地二十元的价格 把收割后的油麦杆卖给张发 这个价格相当于免费赠送 从这里到新农村 有一百多里的路程 张发和经纪花钱雇了两辆图拉机 一大早便赶到柴家营村来装四草 张发雇的图拉机 每运一次需要三百多元钱 为了能够节省运费 张发尽可能地让每一辆车都多装几斤草 直到一片地里的街杆全部装上了车 大伙都在休息时 他还忙着将田边上收割机 没有割到的一行油麦 拔下来装到车上 张发告诉记者 这次买到的四草约有一万两千斤 他和仙净平分 每人六千斤 一趟图拉机装满也不过两千斤 为此他要在最后几天往返三次 将晒干后的街杆全部拉回家中 要想留住全副的七十多只牧羊 他还需要大约两万斤的四草 河北省农业部门的统计 截止到八月中旬 河北省在田农作物的受害面积达到1560万亩 其中180万亩达到重汗 所谓的重汗就意味着农作物面临绝收 五年以来最严重的这次干汗 也导致了牲畜饲料的严重短缺 这在市场上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 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回来 今年以来张家口市平均降水量为252毫米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三成 全市的农作物受灾面积是576万亩 占总货重面积的55.2% 造成坝上地区牲畜饲料短缺63万吨 青玉米短缺188万吨 而张家口是北京羊肉市场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这会导致羊肉终端市场产生怎样的价格波动呢 为了了解张家口市汉情 对当地养殖户影响的全面情况 接着联系了张家口市农牧局 李生是农牧局副局长 主管全市的畜牧统计工作 张家口这个业统的干汉 对我们张家口这个畜牧业的印象 主要体现的那个失差产量相加上 李生告诉记者 目前张家口市活羊的饲养量约为560万只 每年出栏的数量为270万只左右 其中每年供应给北京市场的羊超过100万只 占到北京市场的20% 是北京羊肉市场主要供应地之一 张家口市的羊肉这个除了本地消费的一块主要还是咱们 津津周边的一块地区 津津市场还有西北一些市场 其中对咱们北京的一块 大概每年这个羊肉供应量也占到北京的20%以上 记者查阅了全国农产品商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 今年以来羊肉批发价格缓慢下降 4月份以来的价格更是低于去年同期 不过以羊肉的批发价格相比 收购价格的跌幅则更为明显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 张家口市张北县和康宝县的村民们 纷纷向记者反映 今年母羊的收购价格比去年至少下降了一半 那么目前一只羊在屠宰厂的价格究竟是多少呢 记者也来到了张家口市 最大的一家羊肉加工企业了解情况 这里是北京市牛羊活体储备基地之一 这里每年要给北京提供约600吨羊肉 占到公司年产量的60% 那么目前这里付给羊饭的价格是多少呢 收购一只大鸭的成本是40元 乘以15 600 加着一个批的 也是20块钱吧 620 黄文德告诉记者 单从肉羊价格来看 每斤的收购价比去年同期低了两三元 算上羊皮下跌了一百元 每只羊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二百元 但是张家口地区的农民主要出售用来育肥和繁殖的羊羔和牡羊 今年羊肉价格下滑 导致这些羊大部分只能作为肉羊 直接卖给加工企业 这样算下来 一只牡羊的价格还不到去年的一半 没有吃草了嘛 冬天没有味的 所以现在赶快卖羊 就是结局资金再充去购私料买买草 尽管干旱给养羊农户带来巨大损失 但是从羊肉终端消费局上来看 目前羊肉价格并未出现明显降幅 爱格农业分析师马文峰 给记者调出了近五年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羊肉价格 从这张分析图中可以看出 每年的春节前后 是羊肉价格高峰 围绕这一波峰 羊肉价格的波动 基本遵循着类似的轨迹 今年羊肉价格的轨迹 依然遵循这一模式 只不过同比增幅有所放缓 现在最高价格是67块5毛九 每公斤 现在的价格是65块多 降了两块钱每公斤 今年最最高价格是2月20 就是星期前 就是每年的最高价格都在这个范围 从这个头上去 就是看着周期形成非常明显 去旧旺季的时候 到了4月份过星期 开始往上涨 马文峰认为 干旱对于羊肉市场 终端价格影响十分有限 养殖户承担了主要损失 根据张家口市农牧局的测算 羊肉销售市场价格下滑 造成畜牧业供给损失 11.138亿元 目前张家口市也在设定措施 帮助农户解决四草短缺的问题 力争使干旱造成的损失 降到最低 这么说就是采取一些措施 从坝下给坝上 掉一个一部屋市场 解决这个坝上地区农民 那个渗出越冬的问题 这一块现在就是 调用市场就设计一个路途 调用废用的一块 政府也在积极协调 这个种地区面 养殖户 调用市场的解决一下补贴问题 减轻他们一些负担 面对大汗等自然灾害的时候 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 赶快想办法赶快抗汗 减缓汗情影响等等 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需要我们关注 那就是天旱等极端天气 频繁出现的深层原因 以张家口为例 这里的矿产资源丰富 选矿业发展迅速 在不断开发这些矿产的过程中 这里的生态环境也在日益退化 公开的数据显示 目前张家口的矿山企业将近800家 由于露天地下采厂排土厂的形成 造成了地下采空区塌陷水土流失 地下水疏干植被破坏等多种问题叠加 使当地生态不断恶化 汗情是大自然给人们的警示 更是对粗放式开发的力道 因此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产业结构 发展绿色产业和低碳生产生活 才是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减缓并应对好气候变化的根本 而这需要相关部门 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 树立起良好的环境意识 用实际行动来改变我们的生存空间 保护我们的家园 好的观众朋友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是央视财经评论 请您继续关注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